Hello 大家好,我是Fair Up 今天換了廠景 為什麼呢?因為小朋友要把房間上課 我唯有換了廠景 終於試了這對Don Isu 第二代的球鞋 實際上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現在跟大家講一講 其實這對鞋本身我覺得 初初抱著的期望都不是很大 因為始終Adidas的低檔鞋 雖然他的性格比通常是比較高一點 但是你說是否會提供超級驚喜的表現呢? 又未至於 但是在這一隊穿完之後 我就會發覺這次可能要拿一個不同的結論 這一代首先講一個重點 這一代的Don Isu 第二代 真的承繼了Adidas 的特色 就是他的入門版的球鞋 會比高級版的球鞋 這一隊就真的徹徹底底做到這件事 只要你試了他上腳 你就會明白為什麼Don Isu Mitro 在這個NBA的季後賽 是打得這麼出色 因為Adidas的球員版球鞋 未必會他的like這麼多變化 這一對鞋正正反映了他的鞋的進步 亦都在人的進步 都會反映整個Series 都在一起進步 這一對鞋充滿著驚喜 現在跟大家講一下 首先由他這個底開始 底的部分 這個設計 有一次Harden Volume 4 的 Traction Pattern 我在室外嘗試 這個Translusion Rubber 底 就沒有Harden 的Translusion Rubber 底 那麼大問題 那這陣子 除了試了他的Translusion Rubber 底之外 還試了Zoom Freak 2 的Translusion Rubber 那兩隻 在外場的情況下 那個Traction 都是相對比較好的系列 不是說有什麼突然間的Sleepage很寬 突然間只是有些滑水的情況 真的沒什麼 so far 它的Traction 整體來說 無論在前和後掌方面 都做得蠻好的 所以呢 這個紋路的確是一個Translusion Rubber 不是這個Harden Pattern 的Traction Pattern 以外的一個驚喜的選擇 那他在Harden 移植過來之後 我覺得so far 都是蠻好的 而有另一個好的地方就是什麼呢 因為Harden 呢 他就像生東西一樣 鞋底有一顆東西頂上來 這個呢 他純粹分了幾個區域這樣 其實整個鞋底的Energy 的Transition 好像做得好 Harden 的感覺很多 再加上他不是用Light Strike 的中底 用Bounce Bounce 其實很多人會說 是一些Inferior 的Cushion System 但其實我純粹在一個籃球鞋的角度來說 我覺得Bounce 穿的腳感 好像更好過這個Light Strike 所以呢 我覺得他這一雙鞋的鞋底紋路 再加上他的中底 其實呢 出來的效果是非常出色的 這個Bounce 前後來說 我覺得這個緩震方面是足夠的 即是未知是超級跨 但是呢 so far 都是足夠的 而呢 它的Energy Transition 呢 在後面去到前 即是後面去到前面來說 都是做得非常之厚的 即是很Smooth 的 你會覺得呢 穿著鞋上去 整隻腳感呢 是非常之好的 無論在那個 緩震 高低的行程 他呢 都是做得非常之適中的 你不會覺得 好像穿了高跟鞋 那樣 浪到 個人好像十丈高 又不會 但是不是沒有Cord Feel 呢 亦都不會 所以呢 它這個 簡直是一個緩震 和那個Cord Feel 的組合 這個Bounce so far 都是今年 你穿過你的鞋來講 它是做得最好的 那這一點呢 真是非常之驚喜 那因為 真的要有很厚度 那你才不會震零豬頭 而 胎口亦都會令到你的重心太高 那這個呢 就好像真的一個 叫做 接近黃金比例的情況 那我這個呢 就覺得 它由鞋底的部分 再加上中底的部分 做得非常出色的 那鞋面的部分呢 亦都 有提供了不少驚喜 那一開始呢 我穿厚襪呢 就覺得呢 鞋底的部分呢 是有少少頂的 那當然一穿開少少少之下呢 就立刻沒有這個問題了 鞋底呢 是偏向於厚身的 鞋面呢 的部分呢 亦都是偏向於厚身的 那所以呢 純粹透氣的程度來講呢 就當然會差了少少了 不過呢 它這次的鞋頭呢 沒有上一代的鞋頭呢 去到做到這麼闊的話呢 它這個鞋頭的鞋面呢 基本上 如果是這個正常腳型來講呢 它那個 貼服程度呢 非常高 亦都不會在裏面 浪一下浪一下 即是沒有了這個Dim 6 和Hardom Volume 4 的問題 那鞋頭浪一下浪一下呢 那這個Dominford Mitchell呢 就做得剛剛好 就沒有了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鞋頭特別大 那呢 歸功於它這次呢 做了一個小一點的鞋頭給大家 那 真是非常正型 那希望下一代的Dim 7 也好 Hardom Volume 5 也好 就不要做那麼闊的鞋頭 沒有人家 腳掌那麼闊的 真的會走出來 所以這一代呢 就做得真是剛剛好 即是Exactly 呢 就是它收了 由Done Issue 1 即是Done Issue 1 收到Done Issue 2 鞋頭的量 就收得剛剛好 這個就做得非常之好 而 骸身物料的支撐呢 本身的銀度呢 都比較高 這些呢 雖然是一些類似仿皮 物料 再加上一些內部的直線呢 其實它內部的支撐呢 都不錯的 那你會見到呢 靈丁這個位呢 就多了一個bounce 的位置 那也都呢 提高提升了 內面這個內翻的 裡面的 的硬度 所以呢 它除了在外面 有加這一層東西之外呢 那裡面都有加呢 所以呢 兩面來講的支撐呢 內外的時候 你如果做一些crossover的動作呢 應該呢 這個支撐呢 都會比正常的 很多不同的鞋子 為之好 而平衡度也都為之高 因為呢 有很多呢 就加強了很多 在外面的支撐的位置 但是又不做裏面 那但是呢 有些呢 就做了裏面又不做外面 所以呢 這一隊呢 這兩方面呢 它都照顧了 所以 在內外的支撐來講呢 都做得蠻好的 那麼 再加上最大的驚喜呢 就在後端的部分 後端呢 是上一代 issue 1 的時候呢 是個死月來的 你會覺得呢 cutting 太低 那麼 後端的cutting 去到很低 那樣呢 你會覺得鞋子的 即是腳硬的位置 空朗朗的 那麼呢 它的lock down 和 support 在後端的位置 也都比較偏弱的 經常都覺得 脫鞋的感覺 那這一隊呢 今次呢 一做回高一點之後呢 再加上後面這個位置 都不太硬的 但是呢 都有一些承托力 所以呢 你會覺得呢 後端今次的位置 lock down 和 support 呢 都做得非常之好 也都沒有什麼特別 不跟腳的地方 那麼所以總觀來說呢 它這個部分呢 進步呢 是整雙鞋最大的 那麼 那麼 整個鞋面的部分呢 的進化呢 就直接是 升了三級都有 那麼 這個真是超級驚喜 那麼 所以包括 support 都做得好 那雙鞋怎麼會差呢 那麼 還有整體來說 它都是 fit true to size 那麼 那麼 我現在這一隊呢 都是 UK 8 後半 US 9 那麼 我不知道有些朋友 真的是不是要試US 9 後半 但是你要去購物 可以試一試的 那麼我整體來說呢 就覺得 都幾 fit 我的腳型 那麼 也都腳感也都覺得非常之舒服 那麼 那麼 以它這個價錢來講 真是沒得定 對不對 那麼所以我覺得今代的 issue 2 如果有 就是可能有 就是有 solid rubber 底 真是貴過四塊水呢 你都應該是要入手的 那麼當然如果你看四塊水入手 就是沒有 no delaying 就是沒有辦法挑剔的 這個價錢是一個 非常值得入手的價錢 那麼我相信你說 你問我原價入手 它是否值得玩呢 我覺得原價入手呢 就是 Adidas 而言之 不是 怎麼說呢 在一個性能上呢 它真的值得 原價入手的 但是因為Adidas 你明知道它減了 所以沒有理由它原價入手 那麼白癡 所以你是不是都要等 四五百元去買的 那麼但是四五百元這套鞋呢 作為一雙實戰也好 我相信在室內也好 室外也好 它的實戰能力都非常之高 絕對 不差得一雙千多元的球鞋 那麼這個呢 是令我覺得值得 極之值得推介成為 今年的一個 就是一個 街場神器 那麼當然Given 如果可以不是 translution rubber 底 就更加好 那麼非常之驚喜 那麼這一次的 Don issue 2 那麼沒有試過都沒有想到 原來是可以 去到這個 這個位置 那麼 就是希望 大家都幫到大家 等它之後 又再減的時候 大家真的要 留意回它入手 這代 如果大家真的打籃球 那麼雖然看到 康文署就說 根本就沒有任何消息 會開回球場 但是如果 就是 大家 真的有波引起 要去拍一下波 那麼 就是萬一對這對 來試一下 都是 就是叫做一試難忘 和一試無防 那麼我覺得 就 真的 非常之好 那麼之後呢 都會出一段片 講關於 這對 Don issue 2 和 Zoom Freak 2 這樣的直接對類 那麼相信 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 就是 Nike Adidas 就是叫做 Basic Line 的Selection Model 是可以去到 什麼水平 大家有沒有可以爭 因為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告訴我 字母哥的樣子比較好 但是 就是究竟 在性能上面 大家 會有什麼取捨呢 價錢上面也有一定的差異 那會不會 令到大家 在入手的時候 有不同的考量呢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知道 所以下一期 就應該會將 這兩隊的比較 做一做給大家看 等大家 心裏面做一個好的選擇 Anyway 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問題 下面留言 subscribe和share和channel 拜拜